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2月10日 这里有个新西兰的伊德台仰 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 订阅和分享 同时也可以大家多点留言 交流一下 继续創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节跟大家讲讲俄罗斯的疫苗的问题 他们最近出了报告 竟然SPACNIC 5 出来的报告都不错 挺厉害的 而且这种疫苗之前 在第三期没做的时候 就已经紧急使用了 马上就跳过第三个步骤 以我记得记忆 这种疫苗是全球第一种用的 是啊 是啊 他当然了 他是无视这些行规 普京这个人基本上 很大胆啊 对于很多规则 他是不会理的 现在拼一拼 是不是单车变摩托呢 大家可以看看他这个案例 当然有些人在内地常常说要弯道超车 不要理规矩啊 其实我觉得拼得到呢 就像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案例 但是如果你拼不到呢 你之后没有人相信你的 这个是最大事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要做一件事 就是悶悶的赢 就不要过足引输 其实这次普京呢 是很幸运的 某程度上 那他现在当然是说 就是说 他们这些科技那些 一定不会落后于西方很多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 他现在用的那些技术呢 就某程度上都是这个 苏联静下来的路底 那就讲一讲吧 刚才这个史不力这个5呢 这个疫苗呢 那现在就上了这个柳叶刀的杂志 这个柳叶刀的杂志就经过了同行的评审 同行评审员就说他的那个有效度 就是91.8%最高 就是60岁以上的人打了 都有91.8% 那平均来讲呢 就是21日后那个有效率就是91.6% 那当然你看起来很厉害 那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那个研发的速度之快呢 是很可怕的 那现在这个史不力5这个疫苗呢 就在16个国家或者地区 就OK了的了 大部分呢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啦 中东啦 还有拉丁美洲的 那现在欧盟呢 其实都不够疫苗了 那现在欧盟呢都在想着 怎么样可以给这种史不力5和呢 科兴的疫苗在欧盟里面打 那记住是科兴啊 就是有些人说国药领先很多 其实那就是 讲个现实的真相给大家听 特区政府他买科兴的疫苗 不买国药的呢 其实是合理的 就是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在国药呢 国药就是在打在澳门 那澳门的情况和香港是不同的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 整天都是把香港和澳门拿去比较 那其实就不适合的 科兴那个进展呢 就是那个研发的进展 一直都是比国药快一点点的 是一直都是 就是比如那些 在外面那些数据啊那些成 就是外边啊不是讲国内 因为国药那个主要就是国内的数据 和国内打得多 而科兴呢其实就是 是走了出去的公司来的 就是其实科兴的疫苗 大家都知道了 巴西啊亚联邮都有打 那其实现在欧盟都在看着 就是科兴的疫苗 就不是国药 这个讲清楚先 有些人所以现在 整天吹说澳门领先啊 被国药打 其实澳门那个阻力小很多的 澳门是不会有一帮人呢 出来讲说 我不打中国疫苗 而香港到今时今日呢 都是有一帮这样的人 全中国里面是唯一 香港才是这么麻烦的哦 真的 很多刁民就在那里 刁民是非常的重 当然是 那现在也都看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香港和西方的关系是疏远了 因为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为什么香港到现在都没打得这个 就是复兴啊 就是复兴、辉瑞、辉瑞、BioNTech 就是落后于新加坡 其实就是亲疏有别 这个是有关系的 就是譬如你看一下那些二流国家 好像澳流这些呢 到现在都是一支疫苗都看不到的 就是全世界 但是其实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就是五大洲 都是会 就这个 是八大洲 说错了 五大洋 八大洲五大洋 那八大洲呢 基本上呢 只有南极洲和大洋洲 是一支疫苗都看不到的 好惨 全世界都有疫苗 是大洋洲澳流地区 再加这个南极洲 是没有疫苗的 大洋洲都叫做可以等下的 反正这边那个疫情 那个压力 并不是好像北半球那样大 那现在说一说 这个情况就是 不够疫苗 那大家都在想要打其他疫苗 那其实香港已经不错的了 就是香港始终是背靠祖国 那要打也是有得打的 那好吧 那这个史不利呢 就看起上来 就很魯莽地做的 其实 那其实这样操作呢 你会看到 其实俄罗斯有很多东西 都是很魯莽地做的 他们那些 就是向前走的东西 都是 你看到他们是硬来的 为什么说他们是硬来的 他们对那个程序 并不是严谨的 不是说他们没有实力 而是他们是敢于绕过程序 或者无视这个既有的制度 我可以这么说 不过你说他们是无视 他这次这么快就推行呢 就都是有的原因的 都是因为始终这个疫情 都是很大压力的 很紧张的 每个都希望 想快点有疫苗 退出 而且呢 他们的科研人员 自己都做了这个 这个三盆 赞品 所以都 包括他们的科研人员 都牺牲得很大 那他们最初本来呢 那些疫苗是应该先打到猫子 那他们连猫子那步都跳了 直接打到人那里 就是他们一研发呢 就动物测试都不做 直接打到人 那直接打到人的 那个数据就快了 其实就 还有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俄罗斯的疫苗 好像比中国还快呢 研发就是 因为测试疫苗呢 其实你要是那个地方 有很多新冠的病症 才可以测试到疫苗 有没有效 如果那个地方 都没有什么 就是 案例的话 你根本研发不了疫苗 这个现实 这个是现实的难度 中国研发疫苗 比其他地方 是困难很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抗疫成功 因为中国抗疫成功 所以他根本就很难找到 究竟这种 就是他做了出来的疫苗 究竟有没有效 所以中国那些数据 是很难齐的 就是国药 和科兴那些数据呢 一定要在外面拿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 中国基本上 自从6月开始 就没有疫情 去年的6月 其实已经回复 差不多回复正常了 所以他们之前 是拿去巴西那里使 巴西的疫情是严重的 他们那些数据 都要等巴西那边 弹回来之后 科兴才知道 巴西土耳其 阿联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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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科兴 当然普京他都做了一些 就是投资 下去 他们那个生物科技行业 但是呢 一些俄罗斯人的说法呢 就是 就是普京他这样 扔钱下去都没用 因为呢 俄罗斯那些法规 那些标准 根本就是 已经落后欧盟太多了 落后15年 就是你看到这个史不利好像很厉害 你可能会觉得俄罗斯的生化科技都很厉害 那有些俄罗斯人就出来说 其实不是 就是三年前 虽然普京就说了 就一个策略就是 令到 国家的科研会大增 就是 譬如多了900多个那些实验室 那有15个那些研究中心 那些研究中心 那些研究中心做什么呢 做数学 那些研究 基因 物料 和机械人研究 那其实呢 有很多俄罗斯的 弱企 就 不会遵守这个 国际标准 那国际标准 臨床就要做三期 那俄罗斯的做法呢 就是两期搞定就算了 第三期就不做 这个是惯性的 其实他们是 很多時候都是無視這個本身的規則 不是第一次的了 很多其他的藥品都是這樣 他試過很多次的了 但是在俄羅斯就是這樣做 你說這次市不力得了是不是其他都得了呢 我自己就一直都很懷疑 其實市不力我本身都很懷疑 那個安全性 我到現在都是懷疑 不過現在有這個柳葉都經過同行評審之後出來 是的 那就沒問題了 他一出了這個評審之後就沒問題了 最初為什麼會懷疑呢 因為他第三期不做 他覺得你做三期測試就是浪費時間浪費錢 那你給不給到信心人呢 那個問題 現在中國那種做法我覺得就黃度很多 中國就做了三期測試 是做完的 有些人就抹黑中國的疫苗 說它不行 但是中國其實是根捉了規矩來做的 當然有些人說 哇 根捉了規矩都這麼慢 沒有俄羅斯這麼快 有時候一件事就是欲速則不達 還有疫苗這件事是一個信心的產品 你要對那件事有信心才可以的 那當然現在有些人就借這件事來做議題 基本上就說對那件事沒有信心 我的看法就很簡單的 只要三期測試做足的 然後上了譬如柳葉都這些這麼知名的期刊 然後世衛也批准了 那就安全了 是的 其實世衛批准了就已經很安全 那世衛之前都沒有批准這個市不力 但是現在都應該批准了 因為市不力之前沒有做第三期 但是現在它那個不做第三期就批准使用 然後它再拿那個數據就當是第三期 這一種做法就是一個賭博 其實就是賭博 是的 就是做壞手勢 這些不跟規矩的話 如果這些是真的不值得學習 是不是 就是這樣經常不跟著一個既有的規則 是 沒錯 它很幸運 這次出來的結果都是非常之好 也都是經過柳葉都那邊的同行評審認證了 那真的是死好命的 就是當中那個賭博成份都挺高的 萬一出了之後 哇 很大劑 很多人都不碰 那你真是一鋪清袋了 你的信譽 俄羅斯其實都做過一些民調的 你是俄羅斯自己媒體做的 那不是 要說回不是西方做的 是俄羅斯做的 那那時候做就是38%的俄羅斯人 就是願意接受疫苗 這個是12月的數據 跟香港差不多的 其實是有些沒什麼信心 那就是不敢接種疫苗 大概有62%的人 那其實就是 中間就有三成的人 就說要等第三期那個研究結果出來 臨床研究結果 那所以那三期的研究結果是挺重要的 是給到信心人 尤其是當你看到 那個國際的標準是怎麼做的時候 你不跟隨的話 你始終都是會有一個信心問題在那裡 那當然了 就是現在普京還會賭多東西 為什麼呢 就是現在2021年呢 它就變了科學年 俄羅斯的科學年 那俄羅斯政府呢 就會扔多少錢下去呢 就值 那現在說的數就是總數來的 那那個錢呢 就去到2030年都可以用 就2800億美金 扔下去做科研 這個數很大的其實 那當然啦 就是說這個數這麼大 會不會引起一些 那些不肖的科學家去做 不是不肖的科學家去做一些壞事呢 那是會的 因為俄羅斯都有個往績呢 就是那些所謂的科學家呢 就亂抄抄別人的那些研究成果 都有這些 其實全世界都有 有些兒子貪財的 做一些壞事 希望可以彎道超車 甚至乎抄別人的隔壁的功課 抄功課就交上去 誰不知出來的那個論文 原來是和別人一樣的 其實世界各地都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就是公平地這麼說 那現在紐葉都登了之後 就是俄羅斯就屁股都鬆了 為什麼呢 就是那些官員都出來說 我們這樣彎道超車都可以啊 那其實這些是很幸運的 我認為是 我認為到現在都是很幸運的 我認為它真的完全可以 因為你不做三期測試 而又可以研發到一種安全 又有效的疫苗呢 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現在當然了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一個歐盟的國家 是認可這個俄羅斯的疫苗 就是這個情況是怎樣 你認可了中國的疫苗 都不認可你俄羅斯的疫苗 那個事實就是 甚至乎有一些俄羅斯裔的科學家 都覺得這種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尤其是在科研上面 就是這種彎道超車的方法 那當然講到自己很厲害 現在你譬如去那個史不力那個疫苗 那個網站 史不力B 那它就登了柳葉刀那個paper出來 一大大張圖 就說這個疫苗是給全人類用的 那它其實這個史不力是 就是腺病毒載體的 就跟中國的疫苗不同 中國就是傳統的滅灰 那這個腺病毒載體就跟 好像對我理解 就跟牛津那隻差不多 都是那類的東西 那當然現在它也都 大肆宣傳說這隻東西很厲害 就 全球第一 那它事實上真的拿了第一 第一隻 第一隻推出出來 那現在就有排威了 是啊 那它也都 就算中國人都有接種它那隻 伊波拉疫苗 就是用同一個技術 因為它還有 有癌症疫苗 那它說 或者癌症藥物 就是都是用人類腺病毒來做的 那當然現在很威風 哈哈哈哈 威風了 不知道可以威風多久 我覺得 國家那種做法 就是一步一腳印那種 穩健的做法 穩健的做法 是穩健很多 而且是對的做法 就不用跟人鬥快的 我覺得 做好自己那一份 不會有步驟做足了 讓人家 就算真的有錯 因為你照足步驟做 人家 人家差你的時候 都起碼 不會差得那麼硬 就是萬一 始終都是以防萬一 很多時候都是 壞了 哇你就一鋪清袋 真的 因為你不跟步驟嘛 如果搞得很厲害 好像以前那樣 蘇聯的時候 遲以諾貝爾 核電廠爆炸 喂這件事是 是導致整個政權倒台的 可以說是 它這次這場 倒贏了 就由自可 如果下一次 就是有些什麼 全球突發性事件 那又 第一次 這樣的倒注 衰了 那你真是 可能有 可能有 第一次政權倒台 都不定的 所以你看到中國那種做法 最穩健 就是我覺得 連平台 連疫苗平台 都是幾個這樣做 那就穩陣很多 還有 新技術 譬如 MRNA 新D 不是很新的 新D的技術都照做的 其實對整個國家來說 是最好的 尤其是解放軍 就是軍方那邊的研究院 都是在做這個MRNA 所以你不要因為 在急著 是吧 一些人說某一種技術有問題 你就不要去不打疫苗 就是這個千萬不要這樣做 如果你說 我要等中國的疫苗 那你都可以的 就是你其實打了科興先 因為科興其實都很快到了 那現在當然有些人出來說 就說科興是 就是衛生署 度身訂造了一些新規則給科興 那其實就不是的 這個都要說清楚 有太多人在那裡不斷造 其實講到這裡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就不要 就是希望不要跟某些大風的人說 要學俄羅斯 其實中國已經超越了俄羅斯的 就是俄羅斯那一套 其實已經看中國的發展軌跡來講 已經不適合了 就是可以和俄羅斯合作 但是不要再學俄羅斯那些 就是所謂彎道超車的方法 因為彎道超不到車是會炒車的 沒錯 中國是要穩健的做法是最對的 好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拜拜